过去一年,疫情对德国的经济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在一些大型的商场里面,很多实体店都开不下去,选择关门大吉了 比如说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商场的一家实体店,DM DM超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德国零售母印用品,一些美妆用品的商店 有非常多的连锁店 目前这个商场里面的这家店是在5月29号宣布关闭,也就是做不下去了 像DM这么强大的品牌,有这么多连锁的店 在位置相对不太好,人流不够的情况下支撑不下去的案例 我这次还是第一次看到 非常的可惜 如果连DM都做不下去 可以想象其他的实体店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 我想这家实体店关闭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疫情影响下的人流不够 不够支撑这家实体店的运营成本 比如说租金啊,人力啊,其他的一些运营成本 觉得特别惋惜 然后看到这个商场的另外一头 右边呢,这家店呢,以前是一个非常大的室内用品的饰品店 也是做得非常大的 左边这一家呢,这整个这一片呢,是德国的非常有名的一个 电器类的超市叫media max 黄色那个门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卖场 现在看也已经关闭了 这个实体店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惨烈啊 另外步行街这一家饰品店呢,也是打上了八折甩卖的标签 马上也就要关闭了 零售类的实体店,冲击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啊